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口最多的中国也早就认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11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进行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 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 要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毫不放松地抓好农业生产 关于全球目前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华盛顿著名智囊机构 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分析师沙利·詹姆斯女士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介绍粮食安全问题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参加讨论 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对粮食安全的看法 也欢迎您打电话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 告诉我们粮价上涨是如何影响到您的生活 美国之音提供的免费电话号码是 全世界有大约两亿五岁以下的儿童处于饥饿状态 平均每23分钟就有一名儿童死于饥饿 粮食危机 无法忽视的全球问题 詹姆斯女士 欢迎你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感谢你邀请我 那么在讨论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一下全球目前的粮食安全形势 据研究 全世界有大约两亿五岁以下的儿童处于饥饿状态 平均每分钟就有23名儿童死于饥饿 由于国际股物出口价格大幅度上涨 石油价格和运费也大幅度提高 以及2010年以来 中东动荡的局势等各种原因 使得世界各国基本食品价格急剧上涨到接近历史新高 非洲国家人口增长速度快 但农产品的产量却并未随之上涨 埃塞俄比亚政府表示 该国正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除了人口数量增多之外 原始的耕作方式 交通闭塞等问题 也导致粮食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一些亚洲国家的粮食供应也值得关注 另外在中东地区 此起彼伏的冲突和动荡的局势 使数十万人逃离家园 无法保证必要的粮食生产 在埃及 人民起义爆发以后 粮食价格持续上涨 使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粮食供应雪上加霜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全球粮食消费量一直高于产量 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 粮食需求将增加30%以上 这不仅会影响贫困人口的日常生活 还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不小的打击 甚至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中国目前面临的粮食供应形势 1994年 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曾撰文 谁来养活中国 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养活庞大的人口 十多年后的今天 中国以世界不足10%的耕地 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 创造了一个奇迹 但是粮食价格飞涨 以及超前的城市化 仍然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粮食安全 首先 超前的城市化 将导致种地农民人口急剧减少 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 其次 城市化进程占用了大量耕地 另外 资源缺乏 也不断威胁粮食安全 专家警告 水资源匮乏将是本世纪 中国农业的最大威胁 所以 缺少劳动力 耕地减少 水源不足 是中国粮食生产 所面临的三大挑战 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粮食供应 可能很快出现严重危机 内风之音 李志宝 好 卡托研究所的詹姆斯女士 目前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那么詹姆斯女士 我向请问一下 就是说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是粮食安全呢 粮食安全 就是说有一种一贯的联制的能力 能够提供一种安全 有营养的粮食 也就是说 能够持续不断地提供 有营养的粮食 而不是说要担心 你下一顿饭在哪里 那么但是对于 最近的这个全球的粮食价格 不断地上涨 我想来跟你讨论一下 目前这个情况 目前这个是供给不应需求 那么可不可以请 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样子的情况 那么有好几个原因 有些是长期的原因 我们把它叫做结构性的问题 有的是暂时性的问题 那么暂时性的问题 比如说是俄罗斯 阿根廷的干旱 加拿大的水灾 事实上 在美国的这个 中南部 它也有一个水灾的问题 它的春天呢 非常冷也非常湿 所以也影响了美国的农业 在粮食供应方面 也有点问题 那么这些跟天气有关的呢 气候有关的 都是暂时的 短暂性的 还有就是美元 它升值了一下 那么因为国家 国际的大宗货品 也都是以美元计价 这也影响了 国际大宗货品的价格 还有一些国家 它自己会做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限制出口 这也会影响 这些粮食的供应 我们之后还会再谈 那么它会 如果你的粮食的 这个储备很充足的话 那么这些短暂的影响 不会有太大的危害 但是如果它的储备 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话 那么供应减少的话 就会影响世界的价格的 这个粮食安全 那么现在我们就面临着 这样的问题 现在国际大宗货品的储备 都比较低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 更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 其中一个呢 就是一些国家 比如说中国印度 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 也就是说他们要需求一些 西方人要吃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肉类 鸡蛋和奶制品 那么这些食品呢 我们把它叫做 营养非常丰富的 这样的一种食品 也就是说你要这个 你要吃牛肉的话 这个牛要吃很多很多的穀物 所以说这是一个 不是很有效的方法 来改到来获得这个营养 但是人们越来越富裕后 他们就需要这类的食品 就需求越大 因为西方人 还是在吃这一类的食品 那么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事实 那么还有呢 就是美国的一个 生物燃料的政策 政府鼓励人们利用玉米 来制造燃料 那么这也是对于玉米的需求 那就导致玉米需求增加 那么这也就最终导致了 玉米的价格上升 几年前 玉米差不多就是 三美元 三美元 那么现在到了七美元 所以这种政策也影响到了 那么还有因为天气的缘故 也影响了供给 所以也有一些政策 会影响粮食的供给 那么还有一些问题 一些复国的一些政策 特别是美国跟欧盟的一些政策 他们过去呢 都是限制一些在穷国 比如说在非洲的一些粮食生产 美国补助他自己的棉花生产 那么他们的棉花在本地生产很多 因为自己用不到 就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出卖 那么但是非洲的这些农民 因为国际市场上的棉花价格很低 他们也没有什么动力去种棉花 但现在棉花价格上涨了 他们却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做过投资 所以也没有办法应对这种情况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这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因素 造成这个最近粮价不断的上涨 那么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你刚才还没有提到的 就是石油 你会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原油价格上涨 究竟跟粮价的上涨有什么关系呢 石油也可以对于很多产品的生产 会影响很多产品的生产 包括农业产品 比如说是化肥的生产 如果要生产化肥的话 它需要很多能量 那么它需要包括是拖拉机 它也用了油 所以说石油上涨 也就会影响农业产品的生产 我觉得虽然我不是石油市场的专家 但是我觉得石油价格上涨 也导致了别的大宗货品价格上涨 所以他们是互相联系的 但确实石油的价格会影响 农业产品生产的成本 刚才在您谈到的这个因素之中 跟气候就是您最近说到的 干旱很有关系 那这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吗 还是说气候跟粮价 现在已经是一个 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了 尤其是加上这个气候变暖的因素 当然在这里有很多争议 很多科学家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说干旱水灾这些极度的天气情况 跟长期的全球气候变暖有什么关系 还是说它只是一些短期的气候变化 过几年它又会转为正常 当然在一些主要的生产国 比如说澳大利亚 它都有一些干旱的问题 刚才我也提到加拿大 它是一个水灾 那么还有在巴西啊 俄罗斯啊 它都有干旱 现在在中国也有干旱的问题 差不多200万公顷的农田 也受到了干旱 那这也是有很大影响 因为中国也是一个农产品的生产国 那么但是呢 对于这个长期的所谓气候变化 对此有多少影响 我也不是专家 所以我在这里也不能多谈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国 我们知道中国是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那么耕地呢 是占世界的10% 但是人口占了22%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中国在这个粮食供需情况 直到最近 我认为 我觉得现在还是 中国是一个不错的农业生产国 它并没有进口很多的粮食 它的一些棉花啊 一些小麦啊 它主要是能自给自足的 但是它进口一些大豆 比如来喂牛等等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大的粮食进口国 但是我刚才提到了一个干旱的问题 那如果干旱持久下去的话 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粮食进口国 因为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国家 当它在这个世界市场上采取行动的时候 它肯定会影响世界大宗货品的价格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开始进口很多的粮食的话 那么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就会上涨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张佩芝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华盛顿著名智能机构卡托研究所 贸易政策分析师沙利詹姆斯女士 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 现在请你拿起电话 拨打美国之音提供的免付费电话 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那么另外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就是USXINWEN atGmail1.COM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七档电视与广播 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 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 到全方位的体验美国人文发展